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街频道 这期节目咱们来聊一聊 在美国发生了一件事情 李静静律师被害案 其实事情并不复杂 一名叫张晓宁的女孩到美国去 吸引政治庇护 因为想要靠谎言来获得正毕 然后被律师拒绝 最后恼羞成怒 把律师给杀害了 这么一个事 针对这么一个事 我总结了几点我的观点 第一个先来聊聊关于政治庇护 因为我几乎每一次在做直播的时候 总是有人去问我 怎样去美国 怎样去西班牙 怎样去办理移民 总是有人在问我 我都跟他们说过 你要想去国外 首先有一些经典的影视剧 你可以先看一看 先知道国外是什么样子的 你比方说姜文 北京人在纽约 还有什么非法移民 有一个片子叫非法移民 还有一些其他的 还有周日发的秋天的童话 你都可以去看看这些影视剧 可以这么说 那些几十年前影视剧里面演的那些内容 那种环境 你到了国外去之后 你发现基本上没变 基本上还是那种环境 当然了 有一些朋友就是问到了老黑 那么能办理政治庇护 我是这么跟他说的 首先第一个你办理政治庇护不是不可以 因为很多国家都是有政治庇护的 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你不能够说谎 你一定要实话实说 移民局他给不给你通过 那是移民局的事情 你一定要说实话 哪怕说你是一个小摊贩 你被城管把他给掀了 你感觉到你的尊严受到了侮辱了 你也可以这样去做材料 至于说给不给 那是他们的事情 至少你没说谎 这是我的观点 然后还有人说 可不可以编造一些东西 我说我绝对不推荐 你这个事情你也别来找我 像这种事情 我真的就是真的 假的就是假的 你想要靠这种谎言的方式 我是绝对不鼓励不推荐 甚至说是比较鄙视 这种方式的 你在国内哪怕说有些人他演戏 说我去举牌子 我去骂习近平 我说你这个有风险 你搞不好你被抓进去给你为了要 把你给弄傻了 是吧 这风险很大的 你想一想你犯得着不犯得着 去冒这个风险 去大马路上去骂习近平去 给自己增加政治庇护的筹码 这个是关于移民不移民 政治庇护不政治庇护 如果说有人有幸到了国外去了 真的想要获取身份 真的就是说有很多种方法 政治庇护是其中一种 其他的方式还有很多种 就是说你要行的端你要走的正 其实获取身份的方式有很多种 你不一定非要去搞政治庇护 特别是不要去骗人 这一点我是非常的怎么说呢 不喜欢鄙视 第一点关于这个政治庇护 第二点咱们再聊聊这个人性 有时候我在聊天的时候 我说认识的人越多 我就越喜欢狗 就越喜欢动物 因为动物 他就是说人 有时候把人的智商他越高 他害人的本事就越高 人性有时候他恶 你把它给释放出来 这是很吓人的 有时候特别是在国外帮别人 能够帮成仇人 你看一看李季进他也是在帮人 李季进律师帮张晓宁 结果帮帮帮帮成仇人了 张晓宁把李季进给害了 这就是一个人性的恶 对于敢出国了 其实我这边我稍微做了一点总结 有胆量 就是说两手全部都放开 什么都没有 就跑往国外跑的 其实都不是一般人 真的都不是一般人 都有偏执的一面 所以说到了国外去之后 他脑脑海中这种偏执的一面 被弄出来的时候 被释放出来的时候 有时候会造成对别人造成很大的伤害 而且这个人性的恶体现在哪里 就是说对于恶人 你不敢怎么样 这个恶人越恶 他越凶狠 你越怕他 但是一个好人 一个善人 他帮你的时候 他对你敞开胸怀的时候 你发现他是一个软弱的人 你把别人对你的善意看成了软弱 然后这个时候你这个刀子就能够下得去手了 这是非常 人性中阴暗的一面 就是说人山被人骑马山被人骑 这是人性的恶帮人帮成仇人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再讲一讲关于反共不反共 就是说有些人到了国外去之后 他就是说什么 把反共当成一个口号 还有人跟我留言赤裸裸就说了 老黑我也反共 能不能把我弄出去 给我写邮件 就是这么几句话 我连你姓什么叫什么 个股多高 男女 已婚未婚 我这个我都不知道 你上来就聊了一句 我也反共 你能不能把我给弄出去 这种事情在墙外见的太多了 特别是这段时间不是乌克兰战争吗 我在发表我的观点 然后我发现伤害我最深的 反而是那些喊反共口号 喊的最凶的那一批人 动不动什么梁家河 动不动习包子 动不动反共 把血旗都做成头像的名字 反共口号喊的最凶的 在推特上对我网络暴力 他也是最狠的 你反过来想 怎么他们就跟那些义和团 跟红卫兵怎么感觉像是一类人 对 反共别把你给反傻了 反共你也不要罔顾事实 在能够想去得到一些实惠 得到一些便利好处的时候 到了海外喊反共了 是啊 在国外喊反共是比较安全 但是现在在国外 你要是给俄罗斯这边 你说一些真正的信息 俄罗斯的信息 马上你反而你就不安全了 这是人性 这些人性的恶 你看张晓宁他是被抓了之后 别人说你为什么要杀人 他马上就来了一句 你们这些都是叛徒 居然还反共 之前是你政治庇护的时候 你说我是中共体制的受害者 我被强奸了 然后被抓的时候 居然骂别人 你们居然还反共 这什么意思 那之前你喊了反共的口号 难道就真的只是为了 获取政治庇护的一个身份吗 那反共是不是也就成为一个工具了 这里谈就没什么意思了 就是包括像俄罗斯这么一个事情 共产党是讨厌 是邪恶 但是对于这么一件事情 真相重要还是反共重要 其实都重要 但是真相你得要搞清楚 它有助于你的思考 而且就是说真相跟反共 你也不能够带一块比 也没法比 就是说你反共 你也要基于一个事实去反共 但是在很多人的脑子里面 它就成为一种立场 或者说成为一种口号 或者说是一种工具 这张晓宁这不就是吗 要正逼的时候还反共 被拒绝的时候就把人杀了 然后就说别人是叛徒了 是关于反共不反共 那么第四个 就是关于一个什么 有人怀疑张晓宁 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杀手 你看看他几刀 两刀大动漫 一刀插心脏 这三刀全部是要害 有人说了 你张晓宁是不是中共训练的杀手 在这里你也拿不出证据 你也不好说他就是杀手 但是他刀也是处处戳进别人的要害 戳进李静静的要害 把人给弄死了 那就是说在海外 我还是要提醒一些朋友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包括我自己我也非常小心的 这几年真的是经历了很多事情 你要说你怕不怕 之前怕 但是现在这几年已经过去了 就是说在内心层面 别人对我再怎么威胁 我都是不怕的了 但是我自己我还要保护好我自己跟家人 我自己我也是深居简出 我的社交圈就那么小 就那么一点点 我每天我遛着狗 狗陪我的时间是最长的 所以说我现在越来越喜欢狗 就是说有人想约我 真的我就是说我得要我大脑里逻辑 我得仔细去判断一下 这个人我跟你见面有没有风险 包括去年有人约我吃饭 我也是我反复思考 他之前怎么跟我留言 后来怎么跟我留言 通过什么方式找到我 我脑海中我判断他是真的想跟我交朋友 然后我就是我们在一块吃一顿饭 交了个朋友 至于说很多很多人就是比较冒昧的 直接就过来约我 在这里十分的抱歉 我是比较警惕的 对于海外这一块 有些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特别是咱们这么一个圈子 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 因为这边海外的渗透 特别的严重 在国内不是说吗 在国内有这么一句话说 你只要通过五个人就能够联系到习近平 但是在这边你用不了五个人 你通过三个人你就能够找到领事馆 找到那些特务部门 也不一定说是编制内的特务 编制内的什么那些间谍 但是那都是编制外的义务的 发自肺腑的想要维护中共统治的 你不要通过五个人了 你通过三个人就能够遇到这样的人了 所以说在海外交友你得要注意 你不知道谁谁谁把你给害了 之前我自己我亲身经历 带一罐吃饭搂着我的肩膀 兄弟老黑怎么怎么样 结果哪一天后来在微信上 他居然是一个吹哨人对我喊打喊啥的 真的是人心真的是很险恶 所以说在海外生活的人也要小心 因为海外华人这么一个群体 怎么说呢 真正想要融入这么一个社会 就是说真的还需要一代人的时间 我昨天我跟我朋友聊天我都说了 咱们是第一代移民 第一代移民肯定是要吃很多苦 肯定是要内心当中 不管说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 都要受有一些煎熬的 咱们的第一代你不要指望着 能够完完全全的感觉 这就是我的家乡 我的国家一样 第一代人基本上不可能 也可以说第一代海外华人的社会 是一个怎么说呢 你说到说变态吧 可能这个词用了有点太过分了 不正常吧 或者说畸形吧 对反正第一代华人所组成的这种社 这种社会形态啊 或者说这个社交圈啊 都是一个有一点病态的社交圈 只能说等到你第二代以后 他们成长起来之后 他们才能一个才能正常的在这个国家生活啊 所以说在海外生活 真的要经历过很多挫折磨合 你才能真正的在这边生活下去啊 这是对于啊 张晓宁李静静这么一个案件吧 我的一些思考 嗯 那好吧 那就先说这么多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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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